字幕提供 好像說中的 可以打得很快 對 不是像張門奇門 張門奇門不能讓別人碰 因為 所以他這個 有沒有 所以 這兩個地方 這些地方不能夠讓 讓別人碰 你看 他跟血 都要長 所以手是 手是這樣的 身體縮著 肋骨必住 真的要 打鬥的時候這些地方要 閉起來 你看那些練國術的去挑戰 別人國籍的 都是這樣站著 找死 這樣子的身體全部開 開的 你看別人打國籍的或者拳擊的都是 都是這樣子 是不是 全部封住 對不對 打泰拳的 因為他們經驗很豐富 泰拳的更緊 泰拳的必在這裡 對不對 打穴道跟打一般的地方是多了哪些傷害的 深啊 而且它是 氣血的匯集處 你打的第一個 那是一種深度的刺痛 第二個就是 你打的力量很大的話 當時它還好 你過了一段時間 那邊氣血 塞住 身體就出問題 對 那一般你這種打 你是打到肌肉 面那個 面積大 肌肉本身又有彈性 然後人又會動 你受到壓力 人自然會動 所以受的傷害 沒有那麼大 可是這種東西 就是你受的傷害大 所以 你看一般拳擊或者國籍 他們喜歡打哪邊 就是打頭 因為頭的肌肉少 肌肉少 然後活動的地方又多 那這些地方很難練 下額的地方 這些地方很難練 練得那麼死 他們戴那個牙套 可以咬住 一咬住這邊緊 看到嗎 好 所以再一收 咬住再一收 這邊也是閉著 看到嗎 那你看他們戴的拳套 打這些地方 一打就這樣 一打就這樣 所以這邊很少 打幾下就敗了 好 合嗎 好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